欢迎来到新星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 经验世俗的璀璨之星 1. 演绎之路的辉煌成就 早期的积累与展露头角 赵丽颖在早期参演的《南月王惊婚》等作品中 虽然戏份不多 但他默默积累着表演经验 在《新环珠格格》中 他饰演的秦儿温婉大访 知书达理 开始让观众注意到这个清新可人的演员 他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秦儿的温柔与聪慧 为自己的演艺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气攀升的关键作品 随着陆珍传奇的热播 赵丽颖饰演的陆珍兼任聪慧 这一角色让他人气大增 此后 在《珊珊来了》中 他塑造的薛珊珊天真烂漫 凭借可爱的形象和出色的演技 收获了众多奖项和观众的关注 他的努力和才华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爆款作品奠定巨星地位 《花千古》的横空出世 让赵丽颖的演艺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 他将《花千古》这个角色演艺的淋漓尽致 从天真无邪到历经磨难的转变令人动容 这部剧不仅创下了收视记录 也为他赢得了多个重要奖项 而在《楚桥传》中 他化身楚桥 展现出了强大的气场和坚毅的性格 网络播放量更是突破400亿次 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娱乐圈的顶级明星地位 赵丽颖凭借这些爆款作品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收视女王 2.令人惊艳的经典造型 古装造型的魅力无限 赵丽颖在《花千古》中的古装扮相堪称一绝 前期的天真无邪 一袭白衣纯洁如雪 配上简单的发饰 尽显灵动可爱 后期黑化后的造型 红黑相间的服饰 浓重的妆容 展现出霸气与决绝 而在《路真传奇》中 他的古装造型端庄大气 华丽的服饰和精致的头饰 衬托出角色的聪慧与坚韧 无论是素雅还是华丽 她都能完美驾驭 将古典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现代装的时尚风采 在出席活动时 赵丽颖的现代装常常令人眼前一亮 她身着简约的白色连衣裙 搭配精致的高跟鞋 展现出优雅大方的气质 拍摄杂志时 她尝试各种风格的现代造型 有时是干练的西装套装 彰显出职场女性的自信 有时是浪漫的蕾丝裙装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她的时尚品味在现代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活动中的惊艳亮相 在品牌活动和颁奖典礼上 赵丽颖更是凭借独特的装扮成为众人焦点 在某次颁奖典礼上 她身穿一席流金亮钻裙 吊带设计展现出迷人锁骨 裙摆的流苏随风飘动 宛如仙子下凡 在品牌活动中 她身着高定的白色礼服 搭配璀璨的珠宝 高贵气质尽显 一出场便吸引了全场目光 三、公众场合的经验表现 对同行的照顾与提携 赵丽颖在娱乐圈中以善良和乐于著人著称 在诸多活动中 她对王一博、诚意等新人给予了贴心的照顾与提携 例如 王一博在演艺事业发展初期曾面临不少挑战 赵丽颖不仅在合作中给予她演技上的指导 还在颁奖现场将她介绍给重要的制片人 为她拓展人脉和争取更多机会 对于诚意 赵丽颖也常常在私下交流中分享自己的经验 鼓励她不断进步 她的这些举动充分展现了 她对同行的关爱与支持 对粉丝的关爱与互动 在中餐厅录制期间 赵丽颖对粉丝的关心更是让人感到温暖 她会在忙碌的拍摄间隙 主动与守候在现场的粉丝打招呼 还会关切地询问她们是否辛苦 当得知粉丝为了支持她在烈日下等待许久 她会贴心地送上水和小礼物 这种双向奔赴的爱 让粉丝们更加坚定地支持她 此外 她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与粉丝互动 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让粉丝们感觉与她的距离更近 应对意外的机智与从容 在一些活动中 主办方难免会出现失误 然而 赵丽颖总能以高情商和出色的应变能力主动解围 有一次在颁奖典礼上 主办方将嘉宾名字面错 导致场面一度尴尬 赵丽颖迅速上台 用幽默的话语化解了紧张气氛 让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还有一次在节目录制中 道具出现问题 她也巧妙地引导流程 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从容 四 惊艳世俗的魅力所在 超凡脱俗的美丽外表 赵丽颖拥有一头柔顺的长发 如丝般垂落在她的肩头 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她那水灵灵的大眼睛 犹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 明亮而深邃 充满了灵动的气息 每当她微笑时 那甜美的笑容 仿佛能融化冬日的冰雪 让人如暮春风 无论是古装剧中 身着飘逸罗裙的仙子形象 还是现代剧中 身着时尚服饰的都市丽人 她都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在古装剧中 她宛如从画中走出的古典美人 一颦一笑都充满了诗意 而在现代剧中 她又能紧跟时尚潮流 展现出时尚与个性的完美结合 精湛多变的演技才华 赵丽颖的演技才华令人赞叹不已 她能够轻松驾驭各种类型的角色 无论是天真无邪的少女 还是坚毅果敢的女强人 都能被她演绎的若木三分 在《花千古》中 她将《花千古》前期的纯真善良 和后期的黑化决绝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感同身受 在《楚桥传》里 她又成功塑造了楚桥这个坚韧不拔的角色 展现出强大的气场和坚定的性面 她不断突破自我 挑战不同风格的角色 每一次的表演都给观众 带来全新的惊喜和深刻的印象 积极向上的人格品质 赵丽颖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她出身平凡 却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对表演的热爱 在娱乐圈中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她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从不退缩 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此外 她还热心公益事业 关注弱势群体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成为了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只要有梦想 并为之努力奋斗 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5.粉丝眼中的惊艳赵丽颖 对其外貌和气质的赞美 粉丝们常常用美若天仙仙女下凡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赵丽颖 有人说 她的美丽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温暖而耀眼 还有人夸赞 就算是在昏暗的灯光下 她依然光彩照人 那种气质是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更有粉丝感叹 赵丽颖的美是那种无论何时何地 都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美 仿佛自带光芒 对其演技和作品的喜爱 粉丝们对赵丽颖所塑造的角色赞不绝口 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 她将胜明兰的聪慧和坚韧演绎的恰到好处 粉丝们纷纷表示 明兰这个角色被丽颖掩活了 让我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对于有匪中的周北 粉丝们激动地说 周北的峡谷柔长被丽颖完美诠释 期待她更多这样精彩的作品 大家都渴望着她能够不断挑战自我 带来更多令人惊艳的角色 对其努力和品质的钦佩 赵丽颖的努力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她就是我的榜样 这是一位粉丝的心声 众多粉丝称赞她 在娱乐圈这个复杂的环境中 始终保持初心 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还有人感慨 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艺术家 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正能量 粉丝们将她的努力和坚持视为前行的动力 激励着自己不断进步 感谢观看